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回答各位写的一些问题 当然学佛就是要解决问题 所以各位要学会解决自己问题 解决别人问题 的方法 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 那就是智慧 因为每个人都有问题 能够解决众生的问题 那是一种慈悲的智慧 所以要加入悲心 为了要解决自己跟所有众生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得到佛陀的圆满的一切自治 的圆就是佛陀的智慧 那这一点各位一定要回向 就是说你在世间做任何功德都要回向 来愿成佛道 得佛智慧 这一点一定要抓到 所以佛陀说 如果你做任何功德是回向 能够得到佛的智慧 那是最高的回向 因为有佛的圆满的智慧 才可以普度众生 那当然为了要达到智慧 各位就要深入精障 所以要去思维佛法 当然思维佛法 我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 不能够一弃众生 你不能把佛经拿来研究 拿来背 这样就以为是开智慧 那是开知识 佛教学问 佛教的智慧就是 你的儿子发烧了 对不对 你妈妈正在流血了 犹豫症了 这个过程你在照顾她 又怎么减低她的痛苦 这个时候开智慧 所以各位千万 要半功半赌 就是不能够离开众生苦 而且把众生苦当作是你的责任 然后呢 去感受众生的苦 就像妈妈是你的责任 儿女是你的责任 你心里很痛 怎么样帮助她 这个时候开发的才叫 真正的智慧 摩合波罗波罗蜜多 当然帮一个众生不够 所以要接触所有众生 所以各位不要嫌麻烦 不要嫌麻烦 今天你去老人院 那边躺了三十个老人 那你要把三十个老人的困扰 痛苦都放在你心里带回家 为他们一直思考 也为他们修福报 下个月你再去的时候 你对这些老人会有一点点的帮助 然后下个月再去 就是这样 那你不能说我懒得去管老人 反正我喜欢研究金刚经 喜欢读仪鬼 那对你没有帮助 所以佛教里面讲的 一手抓住众生 一手抓住佛 你这样才可以开发 慈悲的智慧 那有慈悲的智慧 你才有成佛的智慧 不然佛教只是一种理论 就像你从小学读到商业博士 叫你开公司就到了 因为你不懂得开公司 所以自己吃素是个功德 那是能够开一个一千个人来吃素 又会赚钱的 又可以开更多的 那才叫智慧 你要有帮助众生的能力 所以帮助众生的能力 就是一种承担 我为什么要在这边讲 佛法要靠中国人 中国人才有这种思想 所以各位呢 不管你从哪里移民来 我们都是华人 我们还有这个思想存在 愿意动 愿意去推广 但是要把动机变成一种利他的动机 如果我们移民到国外 有一种自私的动机 或是一种不好的动机 虽然动机很强 对你还是伤害 这个动机一定要是无私的 纯粹的慈悲的 自他一体的 我来美国来 美国就是我的国家 我一定要帮助整个美国 离苦得乐 要承担 哪怕你在这边待一个礼拜 一定要这样想 然后你到任何一个地方 都变成这个想法 那你才会开智慧 比如说 美国有三亿人 我们中国有十四亿人 你待在中国的时候 你想整个中国十四亿众生怎么办 光人而已喔 其他众生怎么办 那你为了这个来念佛 你才会开启这么伟大的智慧 了解吗 这个是你没办法想象 但是如果你没有为众生的心态 在念佛 那你只能达到一种念佛的加持 但是得不到佛的智慧 所以为什么 一个成熟的妈妈 她带了三个五个小孩以后 她就不一样了 成熟了 她看媳妇怎么也不习惯了 因为她有这个历练 她苦过 这五个小孩都是她清爽 五心气血带大的 对不对 那不一样了 但是这是一种承担 你看这小孩感冒生病 那个爸爸妈妈急得要命 那这种悲心 这种悲心 才可以把你内在的佛性拿出来 用心去按 这个叫智慧 而不是读书 读书是很没感情的 没感情的 文字没有感情的 所以她要我们是深入 深入精障 不是光这个经典 这个才是精障 深入你的心态 深入众生的心态 这个才叫深入精障 所以简单的说 各位要解决问题 所以你要把别人的问题 都当作你的问题来解决 而不是说 今天我离开法云禅士 法云禅士未来的发展 以我无关 那你就少了一个智慧 少了一个很伟大的智慧 所以你要把这个 息息相关放在你心里面 如何为这个地方的未来去发展 去思维去回向 那你就会开放一种自然的 我们叫尽所有智 尽所有智是你就可以了解一切 所以我们有根本智 如所有智 是你本来的智信 但是你要成佛 是要普度众生的 就算你没有去墨西哥生活很久 你也要去了解墨西哥的整个国家 整个民族 过去未来如何如何 墨西哥人往生以后 如何超度 以及现在的情况 怎么样 你要都很关心放在你心里面 那你将来才有这个智慧 你可以讲 骗之的智慧 骗就是普遍 没有一个不知道 因为你每一个都关心 每一个都放在你心里 这一点是重点 各位有这个重点 你去读《金刚经》《心经》就不一样 因为你在念《心经》是为所有众生而念 融入于最深的无间地狱 融入于最高的天 融入于诸佛菩萨一切净土 因为你在念《心经》 然后你就变三千法界 因为你的心态 而且真心的关心 如果你没有把你隔壁的都放在你心里 你在家里念佛很安静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隔壁吵我很无聊 那你又失去悲心 就是他在吵才需要你念佛回向给他 你要趁他不吵的时候 更精进回来念 他吵的时候你更要去转化他 但是你不能舍弃对方厌烦对方 因为隔壁就是你上辈子的爸爸 那一边是上辈子的妈妈 因为佛教就这么说 你要真心去做 但是如果你很懒惰啊 默不关心啊 或是只关心自己的想法 那你就没办法达到这个 所以如母义子 妈妈永远想儿子 就像阿弥陀佛永远想着我们 只是我们不想阿弥陀佛而已 阿弥陀佛想众生 不是说你是佛教徒他才想你 每一个佛菩萨他想太阳 普遍照耀一切 没有分别的 去想怎么办 所以我讲这个是 我们华人有一个特点 当你要成就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为这个事情很积极 所以这个世界 变成中国人的世界 为了不择手段达到那个 因为你一直在想那个 但是你不想别人的事情 你只想你的事情 这个还是不是佛教的智慧 所以 这种积极没话讲 但是这个积极的动机 还是有违法 还是有所得的 为了满足自己的成功 那这个 反而会伤害到社会 为什么 为了达到那个 你会伤害到别人 会踏着别人头上走 所以佛教里面要我们 一定要有个悲心 这个悲心以平等心做基础 然后再去努力 那你就没有白努力 不然一个可怕的知识分子 为了得到医院的院长 他那种努力把别人干掉 终于他成为最大医院的院长 但是他杀了多少人呢 那是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呢 特别我们大乘佛教在中国 而且呢 通过中国才能够把大乘佛教弘扬出去 这也是事实 因为中国人有这个动力 有这个福宝 有这个威德力 但是要把这个威德力 一定要把它调成为一个最正确的频道 不能搞错了 不能为了成功不达不择手段 所以我看到包括我们出家人 为了盖寺庙 哇 那个过程呢 听起来很恐怖啊 是把庙给盖起来的 但是却失去了自己的佛性 那都好不来的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一方面要无所求 二方面要全面的积极 这就是佛法很殊胜的地方 全然的无我要全然的奉献 所以你在做什么事情 就要达到那种绝对的无我的清净 要绝对的大悲跟努力 真是太有意思了 这不是一般小人可以想得到的事情 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 所以他们叫大事 大事 所以每一个佛菩萨在想什么 各位一定要去思维 观音菩萨在想什么 地藏菩萨在想什么 文殊菩萨在想什么 文殊菩萨在想什么 你只要想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就全然的加持你 就像释迦莫利佛说 你念我的名号的时候 得我累劫不退转的功德 所以你就正入菩萨位 你念阿弥陀佛 得到阿弥陀佛圆满的功德 何况你又念他的经典 又持诵他的咒语 甚至把自己观想 自己身口意都变成阿弥陀佛 也愿所有众生都变成阿弥陀佛 这个叫三妹也 无有分别 那当然看各位个人的愿力 去追求 当然念一下 至归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发无上心 就是说大家真实能够了解真相 这些大道 一个伟大的真理 和发起来最圆满的无上心 那就是真正的菩提心 所以每个人来解释 菩提心都不一样 这是问题所在 就像我师父常讲 十个人在念佛 每个人的阿弥陀佛长得都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用自己的想法来描述阿弥陀佛 结果到了这不一样的世界 所以你一定要用阿弥陀佛的想法 来体悟阿弥陀佛的心态 不能站在 也不能利用阿弥陀佛来庄严自己 我为了要让人家成为我是一个净土的大师 弘扬净土 但是里面有一个 我希望被认为我是一个净土的大师 这个就是完蛋了 这个就是魔了 有我职了 这个时候变成 宗教只是它一个工具而已 它自己真正的佛法没有入到心里面 那就浪费了 所以法法道统 意思是说供灯 供花 点烟供 放生 念佛 诵经 修一维 通通一样 因为这个都是方便 透过这些方法 希望我们能够达到出力心 空性 大悲心 菩提心的状态 一支香 各位你想想看 你变成了一支香 燃烧自己 照亮世界 上供下施 香是不是佛啊 是佛了 灯也是佛了 花也是佛了 水果也是佛了 这里面都是缘起信空 展现大用的 都是这样 花是无我的 水果是无我的 能够上供又能够下施 生命就可以达到 无我的能够拿来供养三宝 能够拿来利益众生 但是这里面就是因为花无我 所以它比较早成就 我们人类有个我执 还是对事情有不一样的看法 叫法执 那就问题就来了 同样是净土宗 同样是密宗 同样是汉传佛教 那我说那你还管那么多 如果你知道 你自己遇见到 你只得有不这么圆满 那你应该放下 连这个你都要谈感情 各位 这不能谈感情 所以我师父说 那你再出家一次 你从这个家 跑到那个家 你更会再出家 因为家就是有范围 有界限 那何必把自己弄到 一个家里面去呢 我是某一个中派的 我是某一个到场的 那问题可来了 这个中派到场 之间上有问题 它才会让我们有压力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那你要知道 学佛的根本 就是要超越这个有限的 相对的 达到绝对的 没有分别的 那如果它有分别 所以佛陀说 念一下 归于身 永离恶友 记住这句话 恶友就是 虽然他外表是出家人 他可能是 谈佛法的老师 但是他之间有问题 它有分别性 甚至邪见 哇 这个很可怜的 各位千万不要用你的生命 去奉献给他 那我们的法生会命就不见了 你归邪师嘛 这个邪师就是很会讲课 很厉害 还有神通 信徒还特别多 但是 偏偏这个社会变成如此了 所以 当然为什么 因为 如果你有所求的 你看得出来 有时候我在电视上看 他们是有所求的去 哎呀我中风啊我生病啊 你帮我看看啊 怎么样会好啊 要缴多少钱啊 然后就变成 利用人性的弱点 圆满他自己的欲望 那这个 这个不是佛教 我们叫父佛外道 因为大家都是佛 一样叫我们念经啊 一样叫我们持咒啊 但是他不是讲空性悲心的 他只是利用你的弱点 叫你要念几遍啊 念几遍啊 一种交换式的 这个太多了 但是问题是 自己的动机错误 那并不能怪对方错误 是你自己动机 你也是有所求而去的 我们不能把佛教单纯看成 消灾解恶的方法而已 现实利益的方法 好 所以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我快速回答 请问 假如下午傍晚点一只香 在室外 没有天天点 可不可以 有种比没有好啊 但是你不要说 我不能天天点 干脆我不要点 那你不太不慈悲 假设外面有两只流浪狗 你虽然没有天天喂他 至少久久喂他一次也好啊 对不对 所以我想各位这个 尽力就好 你不要把很多东西叫条化了 我们最主要是 保持慈悲比较重要 水也可以慈悲 焉共也可以慈悲 蜜也可以慈悲 我在佛前供登 也会像孤魂野鬼 也可以慈悲 只是 这些孤魂野鬼 他很需要食物 所以我们会 特别记得他需要食物 撒一把米也好啊 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你发心 是骗一些处就好了 所以他这里面有写到 他就说 开始就一定 在同一个地方做 在不同的地方做 可不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我现在在奥克兰做 我也可以回向给洛杉矶啊 回向给台湾啊 回向给台湾啊 好啊 因为我们回向的时候 念奥玛丽变面后 就是希望他骗一切处 这边所做的骗一切地方 骗一切法界 也包含你在做的那个地方 所以 能够点香就点香 因为香的力量大 为什么 就算你没有持咒 那个味道出去了 众生闻就会过来了 撒米当然可以 但是撒米 你还要加上持重 因为你要观想 那个米片一切处 这样 但是味道呢 的好处是 你家里人 点一根香烟 全部人都跑出来了 因为那个烟的力量 它就传出去 所以点香很重要 你点一只香 点在这边 适时有行 适时有行 整个1600公里 有一个保护罩 那所有的不干净的 就会净化掉 护法神就会下来 所以一只香 就有这个力量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点香 净化 谈成 到场 一只香 那你烟共香 那你点 整个附近 都能够闻到 感受到 所以 甚至你点一只香 你要观想 这个香 就变成天上的云 每一朵云跟风 都变成烟共 都变成食物 当然这个食物 重点不是光食物 而是这个食物 有你的功德在里面 所以会念这三个字来 奥阿奉 奥阿奉就是 请诸佛菩萨 每一个佛的身口意功德 融入这个香 第二个 也把你自己身口意 过去你吃素 受八观摘戒 受菩萨戒 做了很多功德 身口意也融入在这个香里面 第三句 奥阿奉呢 是你把这个香 变成清净无量 转化为甘露 让它们稀集解脱到奥阿奉 所以当然 如果你了解这个意思 就念三遍奥阿奉 那这一只香 已经就善共下死了 而且更重要 你点一只香 不是光这一只香 你昨天点十多 明天我们去佛宝山 可能会烧很多 过去你所做的 随喜别人做的 都融入在这边里面了 所以佛陀说 你所做的任何善根功德 念佛诵经 只要回向法界众生 回向成佛 那个功德 永远都增上了在 那你就一滴水 一根香 都有这个功德在里面 奥阿奉 布施给对方 就像说 你忙了五十年赚到的钱 五十年了你要退休了 你儿子能不能得到 这五十年所有的 那当然了 他得到你所有的遗产 因为你愿意布施给他 所以要这样来相信 再来 如何将以阅读完的经书 循环或处理 这个书读过了 再给别人读功德更大 所以我以前看的书 都是人家读过的我才看 我师父说 那个救救的功德大 所以你看那些上师 佛佛 他们最好拿上辈子读过的那一本 这样来读 这样来加持力量大 所以当然 所谓处理是说 你应该有一个悲心 去分送给别人看 这才叫做 不是我看掉了 就把它处理掉 烧掉 代表你的悲心方便不够 那你说 我看了别人又不看 那你要想办法让别人看 这样佛法才可以传承下去 你要用什么方法 所以各位最好不要把它销毁掉 对不对 怎么样的去推广 那怎么样去推广 让别人看 那就是悲心以智慧的成就 那才厉害啊 你不能把它看完 就锁在你家里 所以 事实上